这个地方真的是太不可思议 空气清深 鸟语花香 更不可思议的是 在这里竟然有一颗 4300年的珍稀兰木王 如果要给它估个价的话 至少一个月 大家好 我现在已经来到 这颗珍稀兰木王的旁边 看到没有 就在我身后这里 现在我们走进去看一看 就是前面的这颗珍稀兰木 竟然有4300多年的历史 太了不起了 这里除了这颗珍稀兰木 旁边还有一颗 两颗 还有好几颗 那一颗好像是有2000多年 那颗也有1000多年的历史 其中这一颗 最久4300多年的历史 现在我们走进去看一看 这里实际上 就是一个珍稀兰木的文化园 是一个老板在这边开设的 因为这个老板特别喜欢珍稀兰木 所以说他就大量去收购 很多这样的珍稀兰木 来到这边展览 好像老板就在那边等一下 我们过去跟他聊一聊 珍稀兰木是一种非常珍贵的植物 在古代 植物皇亲古希才能使用 他做的家具啊 床啊等等 听说在清朝和生被操家的时候 就有一道罪名就是 西纪使用珍稀兰木罪 好 现在我们走过去看一看 我们看到老板正在跟游客畅聊着 我们先来看一看 这一棵珍稀兰木呢 它的树头很大 以我非常不专业的眼光来看啊 至少得应该有的八九个人才能把它 锁到手才能把它合抱起来吧 真灿灿的 我们走过来看一下 哇 哇 你看 它的条纹非常的漂亮 我们详细的看一下 如果说 要是晴天来的话 在阳光的照耀下的话 它就会闪闪花亮 各个角度看起来非常的精美 你看这些纹路啊 条里非常清晰 程序感非常强 特别好 再来看一下 摸一下 太舒服了 摸起来 摸起来 这样一棵的四千多年的老树王 但是这棵珍稀兰木它已经是洗掉了 为什么会洗掉呢 听说呢 就是因为这棵四千三百多年的珍稀兰木王 在杜绝 结果杜绝失败 被雷击中 然后燃烧了取来 但是也没有全部燃烧掉 最终就因为杜绝失败而死亡 因为呢 这里有一个牌子就是专门介绍这棵树的一个来历 我们来看一下 走进来看一下 它主要是 这棵树是生长在贵州同仁德江县的平原镜 就是因为杜绝失败 然后呢就被雷批中了 被雷批中就死掉 然后因为涉及到当地村民的人生安全 然后经过领导的审批 秦城审批 终于被这边的老板重心买下来 然后运到这个地方 听说那老板从那个德江运到这个贵阳来的话 但那运费就花了两百多万 这棵树的高呢 有十三米 重了十六吨 真的是太壮观了 好 我们再过来看一下 好 看一下上面 珍稀栏目呢 有一股巨然的香味 这股香味有点类似于那个芹香 老板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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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这里的老板 是啊 是啊 我给你个话筒 我们聊一下 好吧 好的 你这棵珍稀栏目呢 有多久了 这个是以三年病为批 以四年办完手术拉回贵阳的 哦 就办完手术拉回贵阳 对对对 当初你为什么会想把这棵珍稀栏目运到这个地方来呢 这个当时我们买的时候它都比较大 应该说如果说是很多人买一集 果军就铸成家具就把它破坏了 但是我就把它保存下来 保存下来放在这里 等大家四人来参观 哦 它这个珍稀栏目有多少年的历史 这个这个它的生长年线有四千三百年 四千三百年了 当时是被那个链皮了之后 是为数都是签证到那个臣民的安全嘛 就是通过贵州省林烈厅办完手术之后 才砍发拉到贵阳来 这里有他们的手术 就林烈厅的手术 看一下 林烈厅的手术 也就是说你这个书是合法 应过来的对于 是合法的 贵州省林烈厅的手术 这个可以在网上查的 而且它是链姬膜自然死亡了 最后我们在上海住了检测 这个书的年线有四千三百年 这个四千三百年 这个就是检测报告 四千三百年 书的摊子是检测报告 就是四千三百年 听说这种珍稀栏目是非常珍贵的 是不是 它这个是属于国家二级宝库 一般是不动动的 但是它这个是处于维数 维数可疑采伐 但是必须通过移籍移籍 这个报备到林烈厅 林烈厅批文过后 拿到这个采伐手术 行政许过才可以采伐 您是不是特别喜欢这种珍稀栏目 这个喜欢说不上 但是觉得这个东西 为绣维柜也是一种爱好 这几年为了保护这个金氏栏目 已经算亲家荡产了 听说当时你买下这一棵树 从那个德江印到贵阳 也是很辛苦的是不是 这个是修了很长的路程 修了很长的路程 你看看这个当时那个高区公路上 上不倒 还过了一小小 拿到这里把它拼减起来的 哦 单单印贵是花了多少钱啊 这个当时买下的就花了一千多万 一千多万 然后印贵就是从那边印过来的印贵 也花了一大坨钱 就是多少 听说有一两百万是不是 对对 单单印贵就要这么多 你能介绍一下这棵金氏栏目有什么特点吗 它这个金氏栏目它比较大 你看这个全部是水波 它把那个全部展开了嘛 这个小水波是看不到的 现在只看到它的大水波 因为它这个金氏栏目有四千多年的仪史嘛 它通过去吸收了大自然的精华 就是这个金氏栏目的 所有金氏栏目的二十多种花纹 全部都在这上面 这里是水波纹 这里是风尾纹 也有雨滴纹 这里面还有水波纹 那个龙胆纹全部都原 你看这个 这个是凤尾纹 整个一条凤尾是穿透的 哇 穿透了 就从上面穿下来的 穿透了 叫凤尾纹 对对对 你看这是云彩纹 这里都有 云彩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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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有水波纹 你看这里 水波纹 哇 对对对 这个是水波纹 对对对 水波纹 太漂亮了 水波 云彩龙胆 都是这个东西 这个是 这个还比较大 比较大 因为它的胸襟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因为这里还埋下其他一米五 这个位置有三米六的直径 三米六 哇 三米六的直径 这样看起来都看不大出来 但是特别是最大 对对对对 像这种珍西南木有什么特点呢 这个首先它这个 珍西南木它对人体有好处 因为叫南乡瘦然 你闻到这个香味 就可以延年长寿 这个还有它有 特别高的收藏价值 对 收藏价值 那这种珍西南木 防不防腐吗 就是会不会腐烂 这个东西 是很多科学家在研究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金色南木就是千年不复万年不朽 如果在河里面水里面 如果沉到几千年之后 就变成那个阴沉的乌木了 乌木 如果沿过价它能价值多少 有没有一个亿 这个现在不是钱的问题 现在应该说不是钱的问题 多少钱都不卖 都不卖 就是因为你当时收购了这颗 就感觉它特别的珍西就舍不得卖 也不卖 对对对对对 哦 可以 你这边存在这一棵还有其他的吗 还有 还有这个有 还有有两千八百年 哦 那棵有两千八百年了 这个一千三百年了 哦 这棵有一千三百年了 对对这个都做了检测报告了 哦 都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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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全部都是有合法手续的 全部有合法手续 哦 合法手续 你这边 我看这么多珍西栏目 你想打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呃 我们还是想在这里打造这个圆 打造一个栏目圆嘛 呃 向私人开放 开放 大家都知道这个金丝栏目 哦 原来是这样的 宣传贵舟的金丝栏目嘛 哦 我知道像这种珍西栏目 一般来说在很多地方都比较难存的 好像只有盈贵川吧 是不是啊 嗯 它还有个海拔高度的要求吗 它这个一般金丝栏目的主参集 就是贵州四川 云南有一部分 但是云南它是黄兴南 水南 嗯 它的这个贴性就是 没有小业增来 贵州的小业增南 小业增是千年不浮万年不朽的 哦 它的贴性就是千年不浮万年不朽 哦 再看一下再看一下 哇 对 它的高度有多高啊 这个高度有13米 13米哦 刚才说的寂静是3.6米是不是 对啰 那是非常最大的 重量呢 重量现在这一块还有16顿 还有16顿 就是这一块还有16顿 那原来有多少顿 当时没有垑皮那时候 股计有大概70顿左右 这么大 对 那现在不是当批之后就损失了好多了 这个没有办法批批过后我们整棵树 撇卖下来我们都拉回来了 有些做成公民品有些还保持下来的 原来是这样的 可以可以好那谢谢你 好好好 二个手谢谢 好谢谢 不聊不及到一聊吓一跳 原来这些珍惜栏木有这么多的价值 以及作用 这个老板真的是非常有钱 你看在这里搞到这么大的一个珍惜栏木 这些价值我估计多得几个亿吧 这里就是位于贵州花西区的青岩古镇北林的旁边 如果你要来到这个地方参观这妈神奇的珍惜栏木的话 直接导航到青岩古镇的北停车场 然后一下停车场往右手边看 就可以看到这边写的是珍惜栏木的文化园 好了今天的这个视频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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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